双手剑,不明思义乃双手所持,长柄两刃之剑类器械,其长度可致人之胸口。 早在唐朝时期,双手剑就曾盛行一时,可惜到了宋朝,此剑术便已失传。 据悉,毛源已所住无备制之中,就收入有一部双手剑谱,这也是唯一存世的一部五双手剑谱。 其主要技法包括,鸡,刺,鸽,鸽,而每一个技法,又细分有不同的招式,剑是风格简单实用,进行实战自行立下。 这套剑法是谁教你的 这套剑法是谁教你的 竹鸽,你找死 竹鸽,你找死